我们看的是4.5的部分 它的那个反应 到底这个所谓的那个人民 他们对这个沙拉瓦移交出去的反应是如何的 OK 他们被交出去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 来 第一个点来读一读 亲爱的Joey OK Joey读第一个点来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 各种各样的反应 OK 各种各样的反应 来写下去 这个字叫做所谓的那个 各种各样的反应 OK 有各种各样的反应 关于到那个所谓的那个 国家 带给那个英国 OK 第二个点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有人反对 有人支持 这个我不写了 最多人反对的 最最最最反对到最够力的 最大声的 就是我们这个 Tatuk Patinki Abanghaji Aptila 看起来这个人 OK 这个人是反对到最够力的 OK 带领 带领 OK Sarawak人 反对 OK 这个所谓的 政权移交 OK 带领 Sarawak人 反对 政权移交 这个东西 OK 好了 搞定 好了 喜欢了的话 按举手这个 OK 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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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下一个点 那 说下一个点 Factor Factor 来 第一个东西 OK 原来有很多事情发生的 我们看什么事情 OK 我们看什么事情 来 好了 说我们看 这个东西 OK Factor Bendendangan Bendira Sarawak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OK 做什么我们要反对的 这个东西 OK 这个东西你看啊 这个 那 反对原因呢 有很多个的 第一 第二 然后第三 嗯 这边有三大原因 OK 三大原因 你看啊 第一个 OK 我们的这个反对原因就是 这个 Tindakan Wienerbrook OK Bendendangan 1941 OK 就是Wienerbrook 他的这个所谓的做法 跟1941 他们所签的这个宪法 完全不一样 OK 完全不一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1941年 OK 1941年 OK 我们的这个讲法 这样子的 OK 1941年呢 我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 国王那边有答应了的 就是他说 OK 他说他一定会好好的去 给沙瓦人自己去管 然后他们这般所谓的国王呢 会好好的教导这般人 去管这个国家 OK 所以这个是1941年的一个宪法 我整个意思啊 这个是1941年的一个宪法 这个Wienerbrook 之前他们的家族有签过一个法律 跟所有的沙瓦人讲 大家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我们会在你你们很久 我们在你了你们已经 100年了 是时候要放手 让你们这般沙瓦人自己去管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 1941的法律里面呢 我们签了过后 等到这个1941年到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让你们 去管这些国家 而且我会教导你们 怎么样去管这些国家 你看这句话 Princip Klabban OK Manyakkan Bawa Rakyat Malaysia Akandiparika Permarindahan 马沙瓦人民 会得到自己的这个Permarindahan 自己的这个管理方式 Nanti Bing Bing 被教导来 好好的去管理整个国家 听清楚啊 现在 1941年 他们是在之前的前几年 都已经签了这个东西 跟人民讲 所以人民就很期待 1941年的到来 希望可以得到 自己的那个沙瓦 自己的原住民管好沙瓦 很可惜的 1941年发生什么事情 世界第二次大战 OK 发生了这个World War II 一发生了World War II呢 那边人就够力了 Oh no 我们不是讲好了 1941要给我们 现在你发生了World War II 这样怎么办 就说话不算数 这叫说话不算数 他讲我没有钱了 现在 我这样帮你们 OK 我没有钱了 我这样帮你们 你们也不会去管 我也不愿意交 因为我根本没有钱去交 OK 1941年发生了这么大事情 到1945我们才结束 所以他就直接 直接跟这个之前所讲的东西 是违反了的 所以他们要反对他 因为你讲了 明明是讲1941给我们的 打仗 OK 我认你 1942 1943 1945 现在1945了 你还是不要pass给我 你竟然交给那个英国 我一定是不爽你了 这个是被骗了的感觉 第二个 就是说他没有理会 OK 他完全是不理会 完全是不尊重 OK 就是不理会 那个所谓的 那个 是不理会 那个所谓的 Charles Prude的 遗言 Charles Prude曾经 讲过什么东西 就是说他的意思要讲 Warner Prude 他之前的 Charles Prude死之前 他跟他讲 你要做什么决定都好 你一定要跟你的人民讨论 你一定要跟你的 那个所谓的官员讨论 这样我才放心 把这个王位 pass给你 这个Warner Prude 可是现在Warner Prude 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他讲 我要把自己的国家 就是Sawa pass给那个英国 你们其他人不可以吵 哇 几八道你知道吗 OK 几八道你知道吗 所以这样的东西 他的那个东西 完全是没有理会 Charles Prude的遗言 OK 然后下一个 就要讲到他的这个 这个是谁 为了确保里面有上课 这个是 Warner Prude的谁 来 全部人写出来 他去负责拿签名的 可以写话一字 对 他是负责拿签名的 yes OK 果然是有上课 大家 来 其他人 Cory他是谁 他不是McDonald OK OK 啊 来 Cory 他是谁 Sepani Who is this guy so weird 来来来 他是谁 他是我们的Warner Brough 的私人秘书 OK 私人秘书 原来啦 那个Warner Brough叫他去做东西的时候 他也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OK 什么事情呢 跟之前那个本来的Case一样的 他必了国王接受 这个也是差不多一样 他必那个所谓的原住民的那个村长牵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用了这个Bernia Mungunkan Tkannan What is the meaning for Tkannan 就是压力 必他们 OK 第一个是压力下去 然后Tkannan就强迫 OK 强迫 OK 强迫 这个是Tkannan Tka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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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Pujukkan 就是安慰 Pujukkan的意思叫做所谓的那个 安慰 然后Sokkannan 这个是要去收卖或者是贿赂 收卖 超红一些 收买 来得到Katua Tkannan的支持 所以有三个原因为什么人民反 你有三个原因把Sokkannan交给人家 我们人民也是有三个原因来反对你 第一 Pujukkan 那个法律 你没有跟随 第二 你自己的那个父亲所写的遗言 你没有跟他 第三 你派你的这个所谓的私人秘书 用买这种给压力啦 强迫啦 然后不要安慰啦 说服的方式 OK 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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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叫说服 OK 来 还有收买那些人来接受你的这个可多 太过分 太过分 OK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讲法这样子 OK 好 这几个就是他重点 OK 第三 一二三 OK 好的 所以我们这边 到这边讲了 全部OK so far so good 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写完这个生字了 过后 我们看这个 他们的那个对抗的反抗的形式是怎么样 OK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反抗 的形式 OK 反抗的形式 OK 反抗的形式 下去 他们的反抗的形式 到底是怎么样 好 OK 反抗的形式是怎么样 我们看 第一个点 来 Nicholas 都一 跟 A Benggatakan Perundingan Satu persidangan yang dihadiri kowakilan daripada seluruh Sarawak telah diadakan oleh Johari Anang dan Sharkawi Osman OK 好 good 所以我们看看 这边 Thank you Nicholas 就说他有一个 第一个方式 叫做 谈判 第二个方式 叫做 所谓的 示威 OK 第三个方式 就是我们的 那个 词字 大多数的一起 词字 第四个方式 是女生的反对 第五个又是报纸 第六个是写反对性 然后第七个 就是有一个 Kunpooran Rukun 十三 这个比较偏激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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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严肃一点 这个来杀人的 要来杀人的 对 然后这个是等下 这个另外一个story OK 另外一个story OK 好了 所以我们看 这个东西 back to here 我们写完这边的意思 第一个 第一个 他们就有一个所谓的谈判 然后第二个 这个所谓的那个四威 四威 说的讲评 对 好 第四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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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七个原因 好 七个原因 七个方式 反对的方式 七个反对移交的 政权移交的方式 七个反对政权移交的方式 七个随风 七个元